那我们还是来听评审讲评 许锦中老师 好 芳馨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你是很可以融入跟舞者还有环境 这样的一个特质 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表达跟表演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首《红豆》也是如此 其实是很适合你的一首歌 但是 你恍深了 对不对 有一些歌词的地方唱错了 好 所以我觉得稍稍有点可惜了 因为整体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也给罗平很大的压力 金志娟老师 我一直觉得说芳馨你很会选歌 其实当我看到说你今天选唱的是《红豆》的时候 我觉得对 你适合这首歌这样子 可是呢 从一开始你走到柯桌椅 然后跟他们陪 我就发现到说 你今天好像有点分心 我好想要问你说是什么事情让你分心了 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平常唱这首歌的时候 应该是很稳定的 可是今天觉得说 那个音准真的就是蛮明显的 然后还有辣词这样子 而且就觉得说好像你 你没有在这个状况里面这样 所以就很抱歉 谢谢老师 谢谢 美音选手其实上这个舞台就代表了勇敢这两个字了 其实他们也知道上台也必须命令有一天要下台 我们来看芳馨 评宝给她几分呢 评审请给分 我们的百变女王芳馨姐 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六十七十八十 八六八七 八十八 平住了 小数点是多少呢 得到的分数是八十八点二分 谢谢 谢谢 来 芳馨 请接受第二张 她是最舍不得这个舞台的 她也很忙 但是她也每一次她都很想就这样 我们从观众朋友的回想就是说 芳馨其实是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这么能唱 在这个节目当中 永远把它包装到永远的十八岁 她也稍稍地弥补她心里 因为她演戏几乎点的角色都年轻稍大 所以她非常享受这个舞台 谢谢 芳馨 谢谢 其实我相信 到一开始到现在二十集的节目里面 芳馨姐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 然后对自己不断地挑战 还有对身旁每个战友 不管是高手组 明星组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她就是一个这么有温度的人 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 很舒服的情绪 然后看到你 就觉得很开心 谢谢 谢谢你让我们 台湾那么旺 有很多的温暖 首先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看她这个节目 然后我非常 就是我来上这个节目 其实我真的有满满的感谢 让我们这几个艺人 就是除了在演戏或者是上综艺之外 还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另外一项的表现 我觉得很感谢 然后我要谢谢在场的评审老师 你们让我省了很多钱 因为你要去找老师学唱歌 一定要花很多钱嘛对不对 但我每个礼拜来这里 我都有这么多老师给我建议 这样我觉得非常感谢 最后我也要谢谢我自己 谢谢我自己 给我自己机会可以站上这里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没有看过 像我这么没有自信的艺人 就很迷你大家都说我 你一直都很棒 你一直都唱得很棒 可是我就是一直很没自信啊 但我很谢谢我自己 给我自己机会能够走出这一步 然后我也要跟方欣说一声 你好棒 就是这二十集的表现 我真的觉得我 我没有 就是对不起自己 也没有对不起 所以有帮助我的朋友们这样 那我最后可以有个小要求吗 请说 我来二十次 我没有做过未免 只要可以做一下那个宝座 还不起来 还不敢我起来 你在干什么 来 恭喜方欣登上未免者宝座 你先坐好 我们观众也非常热情 那个不就有献花的吗 来 你贵姓 王建户 你这个花要送给 王建户 你是什么王建户 你是什么王建户 你是要过 你是稍等的 你是 你九姐情 九姐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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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一到二十集的模范生 从来没有缺席 认真努力 贵为八点档一节 所有的排练都没有缺席过 都前一天排到晚上 还要赶八点档 掌声再次鼓励 方欣 拥有我们心中的未免者 方欣姐 你真的很棒 很棒 我终于搭上未免者了 加油 希望你把戏拍完之后 好好整理情绪再来 好不好 那最后花还我 别人待会 待会 好 好 我们要抽出一位 幸运观众朋友 得奖的是 恭喜你 得到奖金三千元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四位 谢谢方欣 谢谢